美國司法部日品華盛頓的聯邦法院 對Google提出近代最大型的反壟斷訴訟 11個州屬共和黨的檢察總長也有參與 起訴書說佔了全美國九成搜尋量的Google 多年來利用反競爭的策略 維持和擴大它在互聯網搜尋和廣告搜尋上的壟斷地位 指控Google向蘋果和Samsung等的電話製造商 積數以億計的巨額資金 確保可以獨家成為電話瀏覽器的預設搜尋引擎 部分電話的用家甚至不能夠剷除它的應用程式 這樣意味著對手的搜尋引擎很少人用 難以達到所需要的規模改善它的演算法和增長 Google又被指控透過抑制廣告競爭 令它可以向廣告商收取比市價更高的廣告費用 同時又降低服務的質素 基本上是市民和市民都受到少選擇 少許新興建設搜尋引擎 少許新興建設搜尋引擎 市民法部的指控存在嚴重缺陷 又說公眾選用Google 不是被迫或沒有替代品 今次的訴訟適逢大選林根 外界視為是政治姿態 為了兌現總統特朗普的承諾 罪咎被指打壓保守派精英的科技企業 日盛電視記者 朗祥三 報道